大家好 我是许恩恩 然后呢 我写了讲稿 然后我已经就在slide的时候 本来想说这样就可以休息了 不是这一个 就是我本来 因为我今天 大家知道今天的这个工作坊 其实是今天跟明天 它是两天的工作坊 然后参加的人其实 就是有很多是公务员 就是要执行这个NAP的 这些承诺事项的公务员 那他们跟各位不一样 各位应该是自愿坐在这里的 可是其实很多的公部门的伙伴 他是非自愿的 就他是被指派来参加课程的 所以我今天白天就是在参加 我也是报名 我是主动报名 我是自愿在这边 然后但是我要说的是 其实白天的课程跟晚上的 大家的这个气氛是很不一样的 那这个不一样 要怎么很快的了解呢 如果没有看那个直播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午的这个 上下午白天的这个课的slide 上面问的问题都超级厌世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在执行这个 开放政府业务的公务员 到底都都在 这个跟刚刚的那个slide 就长得蛮不一样的哦 就是大家可以参考可以去扫 上面的那个QR Code就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心情还有一点转不过来 就是我本来写讲稿的时候 大概是在这样子的气氛下写讲稿的 所以我本来写的就是一个很想安抚大家的一个讲稿 那你看到我直接给大家看结论 就是我后来写日记一样 就是我讲话风格很焦虑 但我希望大家放轻松 就我本来想说今天我的分享就是要讲这件事情而已 刚刚正伟讲话已经让大家很焦虑了 所以我想说这个就让大家自己看 我想先问一下先问一下 因为我不是很确定大家是来自就是哪些地方 就是知道OGP是什么的可以 知道好知道OGP是什么的可以举手啊 知道知道OGP是什么的 所以还是有一些人不太知道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想说 就是那知道开放政府 就是在今天来这边之前 你很少想过开放政府这件事 有这种人吗 就你很少想到开放政府 也有一些也有一些伙伴 那我想要先 先还是简单讲一下 OGP是一个国际组织 就是它是一个 就是很多国家一起有一个伙伴联盟 这样是一个国际组织 那所以这个就是查OGP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官方网站上 就是会有一些资讯 那国发会其实做了蛮多翻译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看台湾的版本 因为我刚才看slido有人问 开放政府这两年这四年到底会做什么 就是可以看那个国发会的网站 其实有翻译成中文 然后过去我们所谓 我们之前不管民间或政府做的一些努力 就是可以Google都可以找得到 官方大概就是在国发会这边 然后民间我觉得OCF这边其实统整的蛮多 大家也可以参考上午工作坊的资料 那再很简单地讲一下 什么叫做开放政府 就很简单讲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官方网站 就是透明参与克责跟涵荣 这个四大精神 那相信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到那个透明 就是我们我们的很多的业务 然后包括像哇 那个自此稿都直接出来 就是很透明这样 然后参与就我们在做很多事情 都是在想要engage更多人 然后克责 就是我想这个大家应该也很清楚 其实工部门是非常在意这件事情的 然后还有涵荣 好所以这个是开放政府 那我再给一个版本 什么叫做开放政府 这个是我们的 刚刚有人提到那个PO制度 有没有人没听过PO制度 没有听过开放政府联络人制度 也有 就是PO是我们在现在在各二级机关里面 都会有一位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像每个部会有国会联络人 然后我们现在希望也有一个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 每个部会都有 那我们之前去办那个教育培训那种课程的时候 然后原住民族委员会的PO 他想要跟他其他的同事 就是公务员同事解释什么叫做开放政府 然后什么叫做协作会议 那个是我们一个办工作坊的方式 他用了一个方式来解释什么叫开放政府 他用了一个电影叫不能没有你 那他为什么会讲这个 他说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其实是在讲说 就是因为一些可能官僚的制度啊 或者是一些制度上面可能有一些漏洞 所以导致了一些可能有些悲剧这样子 那他就用了这个电影来说 搞不好我们如果用比较开放的方式 然后我们可以把多元的利害关系人 这是一个听起来点饶口的词 可是我们如果在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政策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我们先把可能受影响的人问一下 这个制度可能会对你们产生什么影响 那搞不好就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开放政府到底是什么 可能有很多个答案 你可以从国际组织找一个官方答案 也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上面找 那我今天想要提供的是我的版本 好那所以就回到我的讲稿 我不会照念了 就是那个 反正SIDO就是可以继续的问各种问题 我就是会再回复 然后明天我们也还有一天的工作坊 那我其实是去年7月才进到 就是常政委办公室 然后我们刚刚那个介绍的时候 有讲说我们的办公室的名字 叫做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那这个就是我们关心公共政策 我们也满善于使用数位工具 然后我们期待可以创新 我们也想打开一些行政部门里面的空间 这个是这个我的权势这样子 那我过去不是这个角色 我过去是个报名 我是一个社运工作者 就是我是一个就是会被警察抓 也被告过就是强制罪 也被伤过手铐的那种人这样 那之前也是以这种身份跟硕士身份 参加了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 这个OGP的这个大会 在法国跟乔治亚 我之前是以这样子的身份去参加 不是以这个政委办公室的身份去参加的 那所以 这个定义就让大家看过去 这个很重要 当然就先看过去 只是我想要讲的事情是 其实我现在是一个公务员 就是我想要延续那个早上的那个情绪 我其实是一个公务员现在 是广义的公务员 只是我现在是一个行政院的打工仔 我就没有国考过 这样是一个打工仔 可是我也受公务员服务法规范 因为我戒掉 不是从自社会戒掉 所以就是公务员 然后我想要讲的事情是 过去我们在参与很多的抗争社会议题的时候 都会谈说我们要去同理一些受压迫者的处境 然后或者是说 如果我知道在座很多社群的朋友 在谈政策或是一些服务 应该要以使用者中心来思考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角度蛮重要的 所以我去年7月成为了公务员之后 就是一个新萌芽的公务员之后 我在想的就是说 那我要试着去思考 如果我是一个公务员的话是怎么样 所以就是有点在做田野的感觉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 我今天要讲三件事 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政府跟民间的伙伴关系 就要从看到不同人的处境开始 就像现在坐在这里的人 要看到今天刚刚下午白天 是被迫调训来参加的人 他们的处境是什么 他们也要看到各位 这么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明明就是下班人很累 还来这边参加讲座 这个处境是什么 那我并不是很理想的说 所以我们看到彼此的处境 我们就可以很理性的 坐下来沟通讨论 然后就很OK 就不一定 但我必须说 这是我们工作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我们办公室 尤其是我在跟一些伙伴 我们在做开放政府协作会议 刚刚政委有很快的讲到这个词 协作会议这件事情 其实某种程度 就是一个创新的实验 可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东西是比较理想 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就很多的政策 很多的议题 它可能其实是很冲撞的 有些人是很实质的 受到生存上的压迫 不一定可以这样讨论 但我必须要说 就是我还是觉得 看到彼此的处境是很重要的 而且就是因为我是读社会学的 而且我读超久 就是论文写很久 然后我们读社会学的人 都特别强调 就是要看到权力关系 不同角色之间的权力关系 所以如果你在别的场合 听过开放政府的演讲 你可能会常常听到 透明参与课则这些元素 比较少听到韩荣这个元素 可是对我来说韩荣是很重要的 而且看到权力关系是很重要的 第二件事情是 我觉得拉扯 是目前就是 我在想开放政府这件事的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叫做拉扯 就我如果没有感觉到我在拉扯 没有感觉到我在矛盾的话 我就会有点怀疑 我现在真的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吗 我怎么可能这么安全的 觉得什么事情都很顺畅 就是照着我想要的去做 至少这个是我作为一个 就是年字很短的 公务员或政治工作者 我常常在想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 我还是继续从我的身份讲起 因为我们讲互信 我觉得拿麦克风的人有义务要先 就是比较真诚的讲自己是什么 自己是谁这样子 所以我继续讲为什么我会从 一个社运工作者 然后变成进入到政府里面 因为在318的时候 大家知道318嘛 就是我看大家年纪应该都 跟我差不多比我大 就是比较没有比我年轻的 就是318大家都知道 所以有时候跟青年 就是他们可能刚就是刚上国中什么的 就是318的时候 就是影响我蛮多 本来是个报名 我在外面抗议 可是这318的时候 因为我是学运干部 所以我在议场里面 然后变成外面的静坐的人 说我搞黑箱 我就是在搞黑箱决策 所以我开始发现 哇原来 治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本来就是很 从一个批判跟反抗的角度 变成比较是 想要去学习什么叫做沟通协调 尤其是在彼此的身份跟权利关系 不太对等的状况下 大家怎么去做决定 然后尤其是如果在一个 有资源跟权利的角度 如何去rich到更多人去讨论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个人 跟非常机遇性的事情 可是我要讲的事情是 也是因为台湾刚好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历史条件跟这样的政治环境 所以把我这样子这个人 塑造成这样的形状 有这样子的历程 换成不同的人 跟不同的公务员 其实也都是这样 大家为什么今天坐在这边 有些人也是白天坐在这边 这也是因为有一些 大的环境变迁跟政治制度 不只是因为个人的机遇而已 所以从身份的转换的冲突 到开放政府这件事情 政府过去可能 为什么会讲开放政府 就是你预设本来是封闭的嘛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创新的过程 就像我们的办公室的名字一样 所以我觉得保持这种矛盾跟拉扯的 就是蛮重要的 因为创新的过程 你就是会遇到这些事情 好对 那这就是我现在比较笃定的一个 现在算听起来有抽象 最后就是要讲这个 十快十慢的进程 最后我要讲的事情是 我们以前都很希望 由下而上 大家是自愿自发 可是当我们发现 我们办公室在推动PO制度的时候 我们发现 有一些由上而下的东西 有一些制度驱动的东西 有一些法律授权的东西 反而会让单一个个体的公务员 可能反而有更多 可以施展手脚的空间 反而可以有所谓的能动性 我们都以为 在这个官僚制度里面 每个人的能动性很小 然后我们就是要鼓励大家 就是从自发的意识里面出来 这个当然很重要 可是有的时候好像多一点点 从由上而下的东西 好像反而才可以让这个东西长出来 这个东西有一点矛盾 但我要讲的事情是 这个让我被另外一组概念给集中 就是快跟慢的这件事情 就以前做社运的时候 有一个前辈跟我们说 要很注意快的诱惑 就快是很让人诱惑的 就是很诱惑人的 就是做社运或做政治 都要很小心快的诱惑 那我们这种打工仔 就我们这种打工仔 难得有机会可以进入到 好像比较靠近权力核心的位置 好像成为可以做一点事情 以前都在外面抗议 现在换我们做做看的时候 如果这个快的诱惑要换成 我心里具体想的事情 就是很想把握一点政治机会 其实白天很多公务员都在讲说 那如果换了一个政治人物怎么办 开放政府一定要在支持 相关政策的这些首长 在位的时候才有可能推动 可是把握政治机会这件事情 它就是一个诱惑这样 所以其实有些事情 偏偏其实如果要推动 要挪移一下它的位置 必须要很长久的其实思考 不管换哪一个政治人物上台 它都想推开放政府 这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 所以从一个公务员的角度 具体去想这件事情 那就是制度要改 法律要改 行政规则 内规甚至公文长什么样子 然后公务员要简报的时候 简报到底要签几层 然后公务员拿到麦克风 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风险 就是那个处境跟我们想的是满不一样 至少我自己本来不是这样想的 然后所以除了快的这种 政治人物下决策之外 其实还是需要很散的各个人类去 大家都想要创新一些东西 或是愿意被创新 然后在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 集体社会一起去认知 多认同一些东西 一些概念 它可能会成为制度规范 制度规范又会有回来影响 集体行为跟文化 所以可能有点破碎 但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急 理想可以定的很高 单点的事情 单一场工作坊 单个会议 我觉得其实期待 都要再上回放第一点 才有办法汽水长流 所以什么时候要挥棒打击 什么时候要先等一下 就是睡饱了 然后就是想清楚 做失败也没关系 开放政府其实一直都要做 然后一直都没有终点 所以大家可以放轻松一点 所以总结来说 不管在座各位 可能还是有一些是公务部门的伙伴 有一些是民间的伙伴 我觉得三件事情是共同的 第一个就是看到不同位置的人的处境 然后我觉得含荣 就是inclusion是很重要的 然后也要看到不同人的权利关系 不要扁平化 单个领域的所有人 然后再来就是保存一个矛盾 或拉扯的心情 不要否定这种焦虑 就像我现在很焦虑 但我觉得在任何想要创新的时候 这种焦虑是很正常 很健康的 最后就是有时候 快有时候卖也没有关系 然后这两间工作坊一提 其实很严肃 然后讲话风格很焦虑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放轻松 好你就这样 谢谢